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胡主任 還有各位市長 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早安 我想今天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到我們師大來 那各位猜一下我的職業是什麼 農夫 有像農夫嗎 很像 很像 為了證明我是農夫 我今天特別從 把我們家的村姑也帶來 我歡迎一下我們家的村姑 昨天我一直在想說今天來到底要穿什麼 後來決定穿這樣 我本來想說把這個雨鞋 斗粒給帶上比較像農夫的感覺 好 那我想今天在這邊跟各位分享就是 我從 退伍之後 退伍之後一直到 創業 然後接著怎麼樣 怎麼樣回到鄉下做農夫 那剛剛主任也特別講到 其實我之前很多的朋友到我們農場說 哎呀你這樣子我真的 你的生活是我非常羨慕 我很想跟你一樣 等我退休之後 等我退休之後 我也想跟你一樣 回到鄉下去種田 我說為什麼 那你現在就可以做 為什麼要等你退休 趕快來 所以每個人都說 你做得怎麼樣 我說你馬上來 馬上來 馬上來跟我一起 蹲在田裡面 拔草拔看看 好 那我想 我接下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其實我以前大概在十多年前 我不是務農 我連鋤頭都沒拿過 出頭都沒拿過 我是做科技業 做科技業 那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怎麼樣從科技業 科技業 然後 回到鄉下 從一個科技的飄鳥回到鄉下 來做一個 是不是有希望的 這樣的一個園釘 好 那整個 我從退伍一直到現在 經過兩次的創業 兩次的創業 那每一次創業都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很多人創業其實 新創公司很多 那很多人就是創完之後 大概兩三年之後 就整個就會被市場淘汰掉 所以堅持很重要 那怎麼樣堅持呢 我現在做的這個行業 一直到現在 誤農我誤了十年 沒有別的 就是堅持 那我在前一個行業做IT 一做就是二十年 我沒有放過工作 二十年 所以 也是堅持下來 那再往前一段呢 我結婚到現在三十年 也沒有換 所以 每一段 每一段都是 都是必須要堅持下來 那每一段都經歷 像結婚有七年之養 對不對 然後做IT業也經過七年 務農其實經過七年 大概我也從中間摸索到一些 那兩次呢 我都成功推動這個FTTH 那第一 前一段科技業呢 我在台灣推動 其實我在民國八十五年 也就是九六年的時候 九六年的時候 就推動了全台灣第一棟的網路大樓 那第一段就是FTTH 就是Fiber to the Home 就把光纖一路 在這個廠房可以用的時候 一路把你推到家裡頭可以用 那第二段呢 務農之後呢 一樣推動 經過七年成功推動 就是Farm Farm to the Home 就是直接把農場的這個概念 或者食物這個概念呢 一次從家裡送到餐桌 從農場一次送到餐桌 那減少中間很多很多這樣的剝削 那我想整個的過程喔 我在1989年 89年的時候 退伍 那個時候26歲 26歲 我看到有人在算喔 現在到底幾歲 好 那到 退伍第二年其實很快 因為我比較晚當兵 我當了五年的兵 然後呢 退伍第二年我就創業 就把我的退伍金 25萬 找了另外一個好朋友 兩個人抽 50萬開始 50萬開始 做什麼呢 做那個時候 最紅的這個電腦組裝 電腦組裝 一顆IC 一顆IC 這樣裝 裝完之後呢 把它拼成 那個時候還是Apple II的時代喔 然後 剛才是286很紅 1MB 2MB 那時候各位知道嗎 1MB的記憶體 是1000塊到1500塊之間喔 1MB 如果你要裝4MB 很抱歉你必須口袋要有四五千塊 才有辦法裝到4MB 然後一個磁碟機 一個磁碟機 20MB 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好像是兩萬多塊錢 一個磁碟機喔 好 就是這樣 然後呢一路創業 那我在96年也就在第七年的時候呢 我成功推動 就是說 在家裡頭可以用網路這件事情 也就是社區網路 我在96年的時候完全全國第一棟的社區網路系統 也就是社區網路這個名字 嚴格講應該是我創的喔 也就是以前早期要在家裡能夠用網路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能在 只能夠在公司 或者在學校的 學術網路 在電腦機房那邊才有機會用到網際網路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在想說有沒有可能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上班都必須在公司裡面熬到三更半夜才有辦法回到家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家裡頭也有一個能夠連結上全世界的這樣的一個網路系統 所以在96年我們就做了第一棟 在哪裡呢就坐樓在新竹交通大學的門口 叫美竹山莊 一個八個Tower 六百戶的這種集合式住宅 我們完成第一棟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創舉呢 我在當年就得到這個結束企業家的獎項 然後接著97年 因為它實在是一個蠻先進的東西 大家還沒搞懂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就已經把網路做在你家裡頭 好 那98年又完成全國第一個光牽網路的辦公大樓 在哪裡 在桃園 桃園交流到旁邊的一個長榮矽谷的大樓 也是全國第一棟 好 那接著很不巧的 2000年 那我們的事業正在全國第一個幾乎都我做 這樣那樣做到剛好2000年碰到 網路泡沫化 跟各位報告 我們那個時候在集資 我從兩個人一個人25萬 從50萬 50萬增資到200萬 再增資到500萬 然後到2000萬 8000萬 1億3000萬 一路這樣上去 那個時候 我們去增資去跟人家要錢 各位知道多簡單嗎 我只要跟對方的老闆講 我是做網路 他多少錢你說 後面都不要講 為什麼 因為網路是趨勢 你只要一說你是做網路的 你只要把袋子打開 所有的錢就往裡頭丟 那個時候 在2000年 大概在1998 99 2000年那個時候 就是 你基本上 你只要說你是做網路 你要多少有多少錢 也就是 這樣 但是我們剛好在把這個大樓做到最巔峰的時候 然後呢 網路泡沫來了 狠狠地摔了一腳 狠狠摔了一腳 不過沒關係 既然是趨勢 而且是全台灣 甚至於全世界最先進的東西 我們繼續頂住 繼續衝 繼續衝 然後呢 2000年又通過全國第一家 這個TL9000跟ISO9002 遠傳電信是第二家 我們公司是第一家 然後接著又得到蠻多獎項的喔 那 2001年又推出全國第一個GIGA光纖 直接拉到家裡頭 GIGA的實體的光纖線路 2001年喔 各位可以想一下 一下十幾年前 我們就已經把GIGA拉到他家裡 在哪裡 在新竹的信部鎮 新竹的信部鎮 然後有一個 226戶 226戶的別墅住宅 每一戶都是光纖 GIGA拉到他家裡頭 也就是在2001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實際實現 你用手機 在他家裡頭 直接煮飯 開冷氣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在2001年 2001年的時候就已經完成 好 接著 繼續衝 也就是 到納斯達克 上市這件事情 我一直 最近碰到一些朋友 因為我都到大陸去跟他們說 你知道嗎 我說 全世界第一個 如果這件事情成真 我說第一個上去 納斯達克上市的 不是馬雲喔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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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不巧 就2002年的時候 控股公司在EGE這個名字 然後在完成納斯達克準上市的所有程序 包括美國政統會 美國的這個會計師 律師全部查核通過之後 成為準上市公司的同時 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2003年的SARS 同學可能沒有碰過SARS 老師還有比較稍微年紀長一點 碰到SARS 2003年的SARS多恐怖 所有人全部都不敢出門 所有人不敢出門 連公車沒人敢搭 餐廳瞬間急凍 所有人都不敢去餐廳 全部躲在家裡頭 因為你講一出門 就有可能會碰到SARS 然後呢 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這個SARS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一個怎麼講 全球性的這種恐慌 但是這件事情救了我一次 救了我一次 為什麼 因為這樣我那個時候已經 哇不知道怎麼辦 準備要上市 但是錢也花光了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政府下令 所有的員工 可以在家裡 開始休無薪假 也就是我不用發薪水 我不用發薪水啊 所有的員工可以在家裡頭 或者是你就不要上班這件事情 又讓我鬆了一口氣 又往後拉了一年 然後一直到 2006、2007 一直到2007年 真的是撐不住了 金融海嘯 雷曼兄弟整個垮胎 然後呢 我也垮胎了 也就是 那個時候其實我在台灣 擁有200棟 200棟左右的集合式住宅 然後裡面的網路系統 通通都是在我們公司 然後你只要上網 我每個月就可以從他身上 可以收到600塊 600塊不停的收進來 但是 也抵不住這些 金融風暴 煞死一連串的這種打擊 然後到最後 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怎麼辦 2008年 好吧 沒有錢了 45歲 我曾經嘗試 在 這種 104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 這個 那種網路應徵的公司 嘗試去找各種工作 幾乎都是實成大海 沒有一家公司會 聘用一個 45歲的老人家 不管你是做什麼 剛開始我還 我去應徵什麼 剛開始去應徵 有沒有可能是廠長啊 因為我是美國納斯達克 準上市公司的CEO 我那個腰是彎不下來的 我有沒有可能去應徵廠長 或者是住海外的什麼什麼 比較有抬頭的這種職務 一路沒有回應 接著 經理也可以啦 經理我們也可以做 還是沒有回應 一直到 我去應徵小小的警衛 也沒有人要用你 沒有人要用你 怎麼辦 回家種田 也就是在2008年的時候 拿著 也沒有錢了啦 那個時候應該是拿著老婆 當初陪假過來的手勢 把他賣掉 剩下二十幾萬 重新再來 再次創業 再次創業 就是一直到現在 正在做的這個 儀和園 有機農園 各位知道我為什麼老婆三十年不能換嗎 因為手勢是老婆的 而且如果離婚的話 連地都沒有了 那只好回家吃自己 所以現在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立志做小的農夫 為什麼不做大 很多人說你做這樣為什麼不擴大 再擴大一點 我說不要 那種 那種 兩百棟大樓 然後上百個人的公司 準備上市那件事情 我已經坐過船了 然後在那邊 搖搖晃晃 頭眼暈了 然後也經不起這種 大風大浪 然後整個一次垮台這種經驗 我覺得做小 做小也很好 做小也很好 一個以家庭為核心的小農經濟 以家庭為核心的小農經濟 如果可以把它穩住 其實可以保我們兩夫妻 一時無缺 可以保住我們 所以如果可以建立一個 就是以有機農業為基礎 而且創新 然後必須成功的一種營運模式 如果這種營運模式 它是成功的 我相信有很多在台灣的這些 鄉村的這種小農 他就有機會跟著做 有機會跟著做 那我請問一下在座 有沒有人願意當農民的 你要養蜜蜂 沒有人喔 沒有人要當農民 想要吃飯的舉手 大家都舉手 大家都要吃飯 你們都不種 那誰種啊 沒有人種 所以各位 以後碰到農夫 你要對他好一點 知道嗎 因為太了不起了 大家都不願意做的事情 他去 他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還做 在裡面挑最難的 難度非常高的有機農業 為什麼 他除了可以保護這塊土地 然後呢 也可以保護到大家的安全 健康這件事情 所以 大家都不做的事情 這個農夫就更可貴喔 物以稀為貴對不對 所以 有機會的話 要多多的 怎麼講 其實應該尊敬他們 好 那 既然這個 這個模式 如果可以成功的話呢 那我希望就是 能夠複製N個 友善環境的 小農場 小組團 也就是 很多人都說 啊我想做 我說沒有問題 你看我們兩夫妻 就是兩個夫妻加一個幫農 我就可以把農場蓋好 能夠把農場 能夠持續營運下去 所以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也不是說 你要做一個農場 要捐個 要蓋個 花個一千萬 蓋個什麼 AI的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 很大 這件事情不需要 就是我們兩夫妻 一個1.2公頃的小農場 然後再一個幫農 其實我們 農場的那個幫農 也是 原住民的朋友 然後生活上 也有點困難 就是你一個小農場蓋好 你還可以幫助一個 朋友 然後讓他 有工作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模式 如果可以成功 營運的話 他就可以 被不斷的複製 好 我想剛剛在前面 大概有稍微 介紹一下 就是我目前的 真正的工作 就是這個 農夫 每天都在田律 包括現在 就是這個 這個當下 其實我農場 有16位 從桃園 新竹苗栗 台中 的農民 我們正在 幫這個農課院 進行友善栽培 專業課程的人才培訓 總共有317個小時 兩個月 每天 每天早上 一直到晚上 這種 專業的訓練 在我農場 好 目前的專場 目前的專場 基本上科技業都沒有了 也不是沒有 就是 算落伍 所以我 我經常會跟人家開玩笑說 如果你要去害一個朋友的話 請你去讓他 請你讓他去念質詢頁 因為你只要畢業 一畢業 六個月 你學的全身的功夫 大概就沒用了 你再學一套新的 再過半年 又沒用了 那種菜可以 你看種菜 大概十年前學種菜的技術 到現在還在用 還在用 所以現在我基本上都是在農業這個領域 那最近都 開始在做這個公益農場 還有社會企業的資源整合這一塊 公益農場這一塊 好 那為什麼選擇當農夫 好像各位同學都沒有人要當農夫 就回去當農夫 那最重要的還是 我有一個純姑老婆 有一個純姑老婆 讓我進入農夫的這個領域 很快的就進入 如果取的是一個 比如說都市採高跟鞋 你說我要當農夫 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更重要的是這一張圖片 也就是各位知道他在噴什麼嗎 農藥 所以各位同學還有 如果我們到鄉下去看 有人在噴東西的時候 不要馬上說農藥喔 你如果到我們農場看到也有人在噴 你不能馬上 你不能說那個是農藥 就要看什麼 看裝備 要看他的裝備 也就是你這樣看 他如果他是 也沒有戴報紙 也沒有戴口罩 然後短袖在那邊噴 隨時噴 又回頭會灑到自己的這一種 你覺得他在噴什麼 安全的東西 安全的東西 我們奶奶也說的 有可能是肥料 或者是 或者是 水 或者是生物製造 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像他這樣 像他這樣 就是看頭看臉 看頭看臉 然後手也全部包得緊緊的這一種 他噴什麼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所以就有可能是危險的東西 到底多危險 不知道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好 也就是台灣以前 以前給人家的意象 其實是 農藥島 農藥島 為什麼呢 從1895年 一直到1945年 日治時代 因為日本基本上 在殖民的這個過程 把台灣 包括這一棟 聽主任講 也是日本人留下的 就是說他其實 還做了蠻多 算好的事情 所以一般的水利設施 都也在做 所以那個時候 基本上沒有大規模的去破壞這塊土地 一直到49年到65年 美援時期 美援時期 就是美國在援助台灣的這段時間 因為美國人也沒有 也沒有像日本人家殖民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是援助你 所以那個時候 大量的化學的實驗就來了 因為在台灣高溫高溪 所以蟲很多 那又適合種植 所以很多很多的那種化學的一些製劑 農藥 就在台灣做實驗 像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都有聽過那種 歐羅肥 聽過 所以點頭的大概都知道 有一個年紀以上 知道歐羅肥 所以小時候我們看到 那個豬吃 吃歐羅肥就會變胖胖 而且長很快 後來我們才發現歐羅肥 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生長技術 生長技術 所以之前我們看到 那個同學瘦瘦小小 說你應該去吃歐羅肥才對 就是這樣在開玩笑 好 也就是美援實習是這樣 所以一直到 大量的農藥 這些毒物呢 就開始 在全台灣的農地都在灑 所以那個時候的醫院 基本上都有設置 毒物科 專門的 專門的毒物科 也就是 就是經常會有農藥中毒的狀況發生 那根據統計呢 在59年到81年 那醫院都有附設這個毒物科 然後呢 只要聽到救護車 應有應有送進來 100個裡面 有95個 基本上就是噴農藥 噴中毒 噴噴噴噴 噴就倒下去 然後接著就送到醫院 只要聽到聲音來 大概就知道這個是 這個是噴農藥自己中毒 所以蠻恐怖的 所以你看台灣除了科技業這麼發達 科技業這麼發達 然後也掙很多的錢 除了這個半導體 全世界第一 自信車全世界第一 噴農藥 台灣也曾經得過全世界第一 每個人 每一年消耗掉兩公斤 兩公斤的農藥 兩公斤大概有多少 各位同學你喝那個 汽水胖胖品 有沒有 胖胖品 那麼一瓶兩公斤 兩公升 就是那麼大一瓶 那你喝下去會不會死 會嗎 不會喔 奶奶都不會死 不是喝水啊 喝農藥啊 每個人每一年要喝掉那一瓶 農藥這樣喝下去 會不會死啊 會死喔 可是他如果把你打散在每一餐 每一天每一餐 一點點一點點 讓你不會死 然後第二年你會繼續再喝兩公斤 是很可怕的事情 好 所以目前我們整個農業生產的體系 只剩下 價格 只剩下價格 所以你看我們到 經常到那個大賣場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 只注意到什麼 現在買東西都是注意CP值嘛對不對 你出多少錢買到多少 價值的東西然後去看 然後你只要到大賣場去看的時候呢 那些商 那個那個大賣場都幫你準備好 都幫你比 每100公克是多少錢 這個東西100公克是25塊 另外一個是24塊半 拿哪一個 24塊半 因為大家只看價格 甚至於你現在也比都不需要比 這些大賣場都會幫你 打個信號 那個就是最便宜的 是不是這樣 現在的 到大賣場去買東西 基本上也不要去 打信號就拿就對了 因為那個絕對是最便宜的 好 那大家都忽略掉土壤 以下 的東西 只重視土壤以上的重量 所以我們現在花很多很多的錢 都在買什麼 買重量 都在買重量 那價格以外的成本呢 都忽略掉 比方說農民 農民 他經常 為了種這種友善的這種作物 他必須要在農場 經常花很多的人工去除草 甚至於 不用 這個比較好的這種 有機質的肥料 然後就是用化學的方式 讓這些作物盡量長 盡量長 好 那生產者的價值經常被低估 那我經常會問朋友說 那裡有沒有吃有機蔬菜 那你吃的蔬菜多少錢 經常大概一百個 大概只有兩三個在吃 其他大部分的都不吃 原因是因為比較貴 我們在座有沒有人在吃有機蔬菜 一位 大部分都沒有吃 主任沒有吃 為什麼不吃 沒有錢 好 這個其實大部分的 很多的朋友都是這種答案 沒有錢 好 沒有錢 那可是你的錢在哪裡呢 很多人 把這個錢 省了一輩子 省了一輩子 這個捨不得 那個捨不得 好像能夠 省一塊是一塊 這個錢流到最後 在我們要走 80%的人 在最後 你要走的那個 那段時間 會把你80%的財產 雙手送給誰 送給誰 送給醫生 有時候 有時候你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你的子女在幫你 幫你做決定 醫生 拜託拜託 不管用什麼方法 不管用什麼方法 你只要能夠讓他 把他救活 多少錢沒關係 你都拿去 所以我們現在 每天在那裡 一斤菜 差個幾塊錢 到最後都給誰 都給醫生 然後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差別只有在你住院的時候 病房不一樣 是不是 有錢的 有錢的住一個人的病房 稍微有錢的就是 你住那種兩個人的病房 如果真的沒錢 那就是健保病房 六個人住在一堆 沒電視看 沒電視看 有錢的 有電視 再有錢 你還有個看護在幫你 在照顧你對不對 那個電視誰在看 是你在看嗎 看護在看 你在那邊 甚至手腳都被綁住 連動都不能動 好 所以整個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 從86年開始一直在規劃 一直到規劃 一直到現在 到07年算是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然後這一段時間 其實各位要注意 這段時間 其實台灣的有機產業 是有點混亂的 那個時候有 叫做有機 準有機 純有機 其實裡面大家也搞不懂 也就是你可以噴一點點 一直到整個系統毀掉 整個系統毀掉 有標章啊什麼 一直到這裡都沒用 為什麼 整個系統是毀掉的 大家都不相信 還有人亂弄 亂搞 所以一直到07年 開始立法 立法 也就是現在相對比以前要好一點 因為現在有機這兩個字 收歸政府所有 它是法律名詞 法律名詞 如果你要叫做有機 你必須取得有機的驗證 取得證書 你才可以宣稱你的作物是有機的作物 否則 罰錢 否則罰錢 罰多少 六萬到一百萬 這農民會不會怕 就開始怕 也就是這樣開始逐步建立到現在的這種有機 的這種市場的秩序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就是為自己的這種生長的土地做點事 因為我岳父以前從慣型的農法開始做 然後友善 然後大部分是開始減少盆農藥 到不盆農藥一直到游積 我覺得那個在08年07年那個轉折點 我覺得就回到鄉下 因為岳父越來越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我覺得應該可以 接著做一些事情 因為有些事情現在不做 一輩子大概也沒機會做 尤其是在那個大家都不要我的時候 好 那到底怎麼做 我想大概 我用散跟綠這兩件事情 就是在這邊 就是做綠的這件事情動機還是很重要 動機很重要 很多人做綠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你問他為什麼要做 剛剛也有同學講說 因為有駕長 有些人做綠的這件事情是為了賺錢 因為有差價蠻大的 可能是兩倍三倍甚至四倍的差價 所以我要做綠的這件事情是為了賺錢 而不是友善 所以我把善這件事情綁在裡面 就是你出發點應該要對 如果你是友善這個環境 友善別人回頭開始做綠 我覺得這個就對 所以目前我們頤和園的這種 整個核心的這個價值就是從善到綠 又從綠回到善這件事情 就互相的滾動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用善根綠 這樣的一個力量來點亮農村 因為我也在新竹縣農會 協助新竹縣的青年農民 那個人數大概也像我們現在在座什麼 一問一年農民能夠賺的錢 到底有多少 說出來說自能各位覺得 哇怎麼會這麼少 他們只要一年下來 只要有二十幾萬三十萬 他就覺得這個事情可以做 農民 有沒有可能 經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把農民的價值提升上來 這個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到底怎麼做 我想我們就圍繞在兩件事情 綠跟散這兩件事情 綠色 綠色就是我用CSA的概念 各位想不曉得CSA 就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社群或社區支持型的一種農業 那要翻轉以前的那種農業的模式 不斷的種 種完之後賣 所以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就是買賣 買方跟賣方 各位是買方 我是賣方 各位永遠希望菜越便宜越好 那我希望越貴越好 彼此這樣事實上是衝突的 所以一直發生 就是討價還價 買完之後還要再送兩根蔥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翻轉這種模式 就是用支持的概念 那支持的概念這種模式就是 農食物的生產者 跟食物的消費者 不是買方不是賣方 然後他們每一年相互承諾 也就是 你是消費者 我是生產者 我們來做一種協議 用買賣轉換買賣的觀念 變成支持的概念 你支持我 因為各位也想吃好的安全的東西 那有沒有可能透過農民專業的雙手幫你生產 而不是現在喔 各位同學還有老師 你每天吃的食物到底是哪裡來的 可能不曉得喔 現在我們的食物的整個的那個供應鏈 你只要坐在那邊食物會上來 到底從哪裡來不知道 所以各位同學以後你吃東西很簡單 用腦筋吃東西 第二個問自己吃對了沒有 這個東西到底對還是不對 先問這個東西到底是誰種的 然後接著 這是什麼方法種出來的 然後在哪裡種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那如果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的話 那社區自治型農業 它就會有無限的奇蹟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相互承諾 也就是各位支持這個農民 支持這個農場 然後呢他開始生產 生產完的東西就可以回饋到各位身上 所以各位 這些消費者他不再是買賣關係 而是有點像投資的概念 我投資這個農場 透過專業的人 他幫我生產出來之後 就回饋到我身上 哪一種投資有這麼好 我們去買股票還有可能會 那個跌停對不對 會損失很大 如果用這種概念呢 我投一千塊 一千塊菜回到我身上 一千塊菜是回到我身上 就用這種方式來支撐住這種 叫做社區支持型的農業 然後你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生產者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本質 建立在彼此的承諾上 所以農民請你安心的種 因為我有一幫人來支持你這個農場 那消費者呢你也不要擔心 像現在夏天颱風快來了對不對 颱風來會不會一下子 那個菜又漲到一百兩百你也不要擔心 有一個農場 有一個農場 長時間很穩定 而且用它的專業技術 在幫你生產安全的蔬菜 而且就在你家附近 你可不可以看見 可以看見 你可不可以摸到 可以摸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共同分擔 潛在的風險 還有收成 所以像我們農場之前 有一次因為颱風的關係 把我們農場的溫室 一次摧毀掉 六棟 摧毀掉六棟 一看哇慘了 怎麼辦 那我就開始打電話 跟我們的客戶講說 我們的農場 因為颱風關係 他曉不曉得 他非常清楚 因為他跟你住在同一個村子 同一個鄉鎮 所以你這個鄉鎮 的颱風狀況 也不嚴重 他很清楚 因為他就住在那裡 所以一聽沒問題 沒問題 因為我知道 這次颱風很嚴重 所以跟他說 因為你是支持的概念 所以呢 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的菜會減量 所以我們給他的菜 就稍微少一點 但是請他放心 我們重新開始復更 在30天40天之後 這個菜種回來之後 就補給你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在30天40天之後 這個菜種回來之後 就補給你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可以 好 那這種方式呢 小農呢 跟生產者 小農生產者呢 用互助合作的方式 促進地方的發展 所以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 就變成一個小型的經濟網絡 小型的經濟網絡 我比較喜歡舉一個例 比方說各位 有沒有在吃那個飯糰 有嗎喔 好就是 各位我們在吃飯糰的時候 你是吃 對是吃那種巷子口阿伯的飯糰 還是吃小七的飯糰 小七啊 7-11的飯糰 喔不是喔 這兩種飯糰不一樣喔 如果你是吃巷子口那個阿伯的飯糰 台北市可能比較那個 如果你一般回到鄉下的那個 你如果吃的是巷子口那個阿伯的飯糰 他可能因為撞到錢 然後呢 他就跟這一家買米 那一家菜脯 這一家雞蛋 對不對 好就是互相 他就變成了 他有錢喔 他就是跟他買米 買米的有沒有活下來 有活下來他就繼續種喔 養雞的有沒有活下來 活下來養雞繼續養喔 可是各位如果你吃的是 小七的三角飯糰的時候 在你被那個條碼 逼一生的同時 你的錢從哪裡啊 從你的口袋跑到誰 跑到統一集團高先生的手上 有沒有 你的錢有沒有留在社區裡面 沒有喔 全省的錢 你在逼的同時 全部往統叉集團跑 他會不會幫你 我不知道 他如果 如果一般我們鄉下的那種麵包店 有時候 那麵包到晚上還有生一些 他會不會幫助當地的弱勢團體 會喔 那有些商店就不會喔 他如果說可以這樣的話 就生產整個 他建立一個小型的經濟網絡 也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消費模式 大家都活下來 各位可以試想一下喔 未來 如果兩岸真的發生戰爭 台海被封鎖 台海被封鎖 然後呢 原物料進不來的時候 會不會 很多原物料就開始飆漲 這個土司麵包 聽說這樣 現在要50塊一個 土司麵包 有沒有可能變成100塊 200 有可能喔 當原物料開始長 所有東西長的時候 各位可能就吃不起喔 那我在我的農場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 我有米 我有菜 我有雞 我有蛋 我可以不離開我的農場 三年我還在那裡活下去 我可以不要花任何一塊錢 各位有沒有辦法 不知道 喔不知道 如果你想要 還要有小雞 很簡單放一隻狂雞進去 就有小雞 就有小雞 不要問我為什麼喔 好 所以你看喔 這樣的一個方式 如果可以讓農民 在他自己的鄉下 然後透過一個互相支持的概念 他就可以有一個小農場 他如果又是營運成功的 就會有第二個小農場去複製 不斷的複製 那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小綠碟 在幫我們維護這塊農地 在幫我們形成一個 以社區為主 社區的住戶跟農場之間的一個小型經濟網絡 然後呢 在地的消費 就可以支持在地的農業這件事情 然後簡單簡單 那這個其實是最後 是真正可以面對糧食危機 的一個解決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靠外面 如果到時候我們台灣都有各個鄉鎮 都有一個一個這種小農場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所以這個CSA 我們再把它翻轉過來 叫做ASC 不再是只有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不再是社群支持的農業 而是也可以是 Agriculture Supported Community 也是我農場也可以回頭來支撐這個社區 互相支持的一個概念 所以每個社區如果它都可以發展得很好 我相信我們就不用一天到晚擔心 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我們都可以活得很好 好 那接著為了要讓大家能夠 有興趣回到農地 然後知道農地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那我就開始設計一些親旅遊 主要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回到農地 我相信我們那個地方 只要你接觸到摸到看到聞到 你就會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我透過這種感官的方式 設計各種各種小遊城 像我們這邊就有這個 從這裡開始有一個極速降溫 農事體驗 農事體驗 然後有金農夫教你吃 各位會不會吃飯 會嗎 你真的會吃飯嗎 你吃對了嗎 我們就會透過這種食材旅行 告訴你 食物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你每天吃的食物到底是怎麼來的 到底是怎麼來的 好 那也會有農事體驗 農事體驗 透過插秧 割道播種 各種體驗 接著會有一個受傷病史 用全世界食物里程最短的方式 就是這裡的米 這裡的菜這裡的蛋 然後再結合我們足東當地的 很多的這種在地業者的食物 把它結合成一餐 用各種旅遊的方式 那接著呢 讓大家體驗到就是 農業它其實是一個蠻好玩的東西 讓我們舉個例子 像這個就是我們農場的餐盒 農場的餐盒 然後呢 透過這種方式 都是客家的元素 竹東在地的元素 像我們用花布 竹東客廠的花花世界 現在是 應該是全竹東唯一的花布店 然後呢 全台唯一僅存的竹電工廠的竹筷子 然後竹片 就是我們新竹縣的這種部落裡面的竹片 所以部落的竹片 所以我們在吃每一個餐盒的同時 都在支持在地的業者 都在支持在地的業者 那我都告訴到我們農場玩的朋友說 你吃的每一口飯都在支持農民 都在支持農民 那每一個餐盒都有一個部落的竹片 讓我們部落的阿嬤有事情做 部落阿嬤有事情做 因為你消費一個 他就有一個竹片 他有工作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阿嬤有事情做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阿嬤如果沒事情做 他會打小孩 這是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可以這樣把產業帶動 年輕人可以返鄉 不再是在部落在山區 只剩下老人跟小孩這件事情 那我會帶有些朋友帶到部落去看 那邊原住民朋友 因為我們幫他整了一個遊城在跳舞 然後就有人跟我說 欸 陳先生 有沒有年輕一點的美女跳 所以有阿 你常常來 你繼續帶人來就會有機會 為什麼現在部落裡面只剩下老人家 有人來他就老人家下去跳 然後有沒有可能有年輕的 有阿 哪一個人願意把老人家跟小孩丟在山裡頭 他自己去外面打工 可是回到山上做什麼 如果產業沒帶動 沒有賺到錢 那回去也沒有用 好 那我們就嚴選很多的竹東在地的東西 竹東最好的 新竹縣最好的伴手禮 然後兩岸最佳的伴手禮 有酸材有紫薯莓 就把它整成一餐 整成一餐 透過那種方式 就是傳達一個理念 就是最低食物里程 最低的食物里程 然後整合在地的業者 就是那一餐盒 你吃的每一口飯都在支持竹東 當地十一家的業者 讓他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好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透過解說 告訴他這個餐盒這個便當的由來 每個都非常開心 包括都有外國的朋友來吃這一餐 好